好的 那我就先来讲一下这个背景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外国人在美国如何保住工作 那美国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一个月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到目前还没有针对持有工作签证 同时又因为当前这个情况 失业的外籍人士颁布任何的新政策 这样就会造成一些签证到期的人 可能进入非法居留的状态 甚至是被遣返 那么美国之音就有一篇文章 关注到这个问题 那文章就说 美国失业外籍工作者的担忧 我能留下来吗 那么在当前这个情况下 持有工作签证的外籍人士 是迅速受到了企业裁员的影响 目前还没有数据显示 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人士 已经被波及到了 但是美国之音就访问了 这个移民律师 律师们纷纷表示 说这样的人数不在少数 那受影响的行业呢 主要我们也能想到是航空业 旅馆业 这个餐饮业 娱乐业 还有实体店的零售业 包括这些行业呢 里面做信息技术和财务会计的专业人士 为什么专门提到信息技术和财务会计专业人士呢 那么在中国及在美的工作者中呢 做这两样的人呢 占的人数比较多 那通常的情况下呢 是持有工作签证的外籍工作者 在离职以后呢 会有60天的缓冲期 那么就可以利用缓冲期来离开美国 或者是找其他的工作 否则就会失去合法的身份 但是呢 如今的情况下呢 离开有问 有这个困难 那么买机票也不好买 那么找工作呢 也找不到 那美国移民律师协会呢 就在3月中下旬啊 向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公民 以及移民服务局 也就简称是移民局 来发出了信函 希望该局呢 颁布新的政策 那么就将失去工作后 这个缓冲期延长到90天 这样呢 就可以让这些 在这种当前的情况下呢 失去工作的这种工作者 这种人士呢 可以来应对这个突发的情况 也可以使移民律师呢 也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这些情况 那移民局呢 就迟迟没有做出行动 那移民律师协会呢 就在4月初把移民服务局呢 告上了法庭 告上了这个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庭 那么要求保留签证 即将到期的外籍人士 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那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也就是移民局啊 在4月13号呢 在他们网站上呢 就有发布 也给这个移民律师呢 发了邮件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提到说 说把目前的这个情况呢 定为超出控制的非常情况 这样呢 没能及时申请延长签证 或者转换签证的这种申请者呢 就可以把非常情况呢 作为超期滞留的原因 当然呢 必须出示可信的证据 移民局呢 将会逐个案例考量的 那么移民律师们就迅速指出 说这些选项是早已经存在的 但这些选项呢 完全不是针对当前这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来制定的新的政策 那美国离移民律师协会呢 就他有一个政府关系部主任 沙瓦利达拉戴尼 他就认为说 移民局做的非常不够啊 只是重复已经有的政策 不得不仅是不能延长这个缓冲期 而且呢 移民局还在两周前宣布呢 因为当前的卫生事件呢 他们会延缓处理手头工作的事务 那么这位女士就说呢 说如果他们认识到自己需要时间 那他们也应该认识到 其他人他们的客户 也同样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适应这个新常态啊 那么他们只考虑到了自己 那密歇根州的移民律师 迈克尔诺兰呢 就表示 对移民局出台新规定呢 持有悲观的态度 不是太看好 他说我不认为 他们在试图做出任何改变 而且他这样说的 他说如果移民局啊 像美国移民律师协会 如果能够透露出 他们有出台新政策的意愿的话呢 律师协会呢就不会选择走 诉讼这条路的 那么因为律师协会呢会理解 本来就理解新政策出台 本身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 有时候甚至会长达一年的时间 那如果移民局连意愿都没有 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如果协会在官司中胜诉 那么有可能迫使移民局呢 在短时间内出台一些临时的规定 那对于能不能胜诉呢 这诺兰先生呢就并不看好 他说如果胜诉 就算胜诉的话 移民局也可以再对这个胜诉的结果呢 再进行反的上诉 来来回回可能会拖很多年 而且如果法官也认为 移民局不会轻易妥协的话呢 那么也不会命令移民局 出台任何的新的规定 他就说呢 说我希望他们能做出一些 及时的变动给人们更多的时间 但现在呢没发现 他们有这么做的意思 那美国之音呢 对移民局呢也是进行了这个发问 是不是会出台新政策 移民局的一名发言人呢 并没有给出一个细节的答复 那只是说表示会已经采取了行动 来帮助受影响的雇主和个人 并且呢是持续的观察 来评估与工作签证有关的选项 而且呢会保持及时与公众的沟通 那这份报道中呢 也介绍了背景方面的情况啊 就是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有关规定 是这样的 一名外国人如果在签证过期180天后 不离开美国的话 将被禁止入境三年 那如果非法滞留美国一年以上呢 将被禁止入境十年 如果被发现在签证过期的情况下 继续工作将被遣返 那律师们就表示说呢 说目前对无法继续工作的外国人来说 想合法留在美国 首个选项就是转换签证 这是一种方法 那么新卫名律师事务所的蔡律师呢 就说说找不到工作的外籍人士 可以申请将工作签证转换为访问者签证 那么就是B类签证 或者是学生签证 F类签证 如果这些人的配偶有独立的工作签证身份 那么就是这个H1B 那么他们呢可以 还可以申请呢 这个配偶的家属签证 就是H4 那么在签证申请被处理的这段时间 就算是60天的缓冲期已经过了 也不会被视为非法拘留的 那诺兰律师呢 还表示说 申请转换为访问者签证的时候呢 申请者必须证明自己没有长期留美的意向 那这样的证明呢 怎么来做呢 就比如说可以包括到期的房屋租赁合同 或者正在出卖的私家车 那诺兰律师呢 还表示说 说因为这种特别的情况呢 转换签证的例子呀 在2008年到2009年 金融危机的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很常见了 当时呢 美国政府对申请者出具的这个证据呢 审查起来也是非常严格的 那纽约的移民律师呢 安娜·戴密奇呢 就推荐说 保留无法购买到这个 离美机票的这样一个证据呢 来防止被视为非法拘留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很重要的 那除了工作签证以外 移民局呢 也没有出台 针对以工作为基础的 绿卡申请者的新政策 那诺兰律师呢 就说说绿卡申请者呢 在程序末尾的面试的时候 必须是要有工作的 但如果是在这个申请的期间 被开除了 也必须在面试的时候呢 要拥有一份 与先前工作性质 类似的这样的其他的工作 那才能通过绿卡的申请 如果呢 除了这个末期的面试呢 申请程序中在任何的时间段里面 雇主雇员工作职责工作地点 这四个元素都是不能改变的 那么任何一点如果变化了的话 整个绿卡的申请程序呢 就必须要重头再来重新开始 那么而在这个申请程序 早期的评估当中呢 申请人的雇主必须证明 雇佣申请人之前 已经进行了长期的和广泛的人才搜寻 而且呢是能够证明 没有美国公民 没有永久居民 或者其他美国劳工有资历的 并愿意胜任该工作 那么这一条呢 想要证明这一点呢 在当前的情况下呢 是尤为不容易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有 多达2200万人失业 那诺拉律师呢就说 说持有工作签证的人 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有的烦恼他们也有 那么他们也会为钱来发愁 也会担心能不能及时的回家 照顾孩子啊做晚饭啊等等 任何的这些生活上的小事 大家的烦恼呢都是相通的 但除了这些以外呢 这些人和我们不同的呢 就是能不能留在这个国家 是他们所有的烦恼的核心 所以失去工作 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这触及了那个核心 就是我能留下来吗 那马居先生 我想你已经联系到李律师了 对吗 知道我已经联系到了李律师 李律师呢现在就在我们的线上 那我们是通过电话的李律师呢 刚才也全程听了我们 韩奎女士的播报 那么就是一个核心问题 像现在他们的签证 恰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到期了 该如何去处理呢 我们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李静静律师呢 比如说有很多种人 一种人呢就是我看到有一位 来自于这个欧洲的一位夫妻呢 他们有一个愿望 就是要游历完全世界 那么他们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二月份的时候 他们的飞机穿坐飞机 以及通过这个开车呢 他们从加拿大呢进入到了美国 那么他们在美国以后呢 就被封闭了 那么他们现在没有办法离开美国 而四月十四日呢 他们的签证呢就已经到期了 他们现在是没有地方去住 他们也没有更多的钱 所以他们呢一直住在自己的 所驾驶的那辆汽车上 那么他们现在呢 被控在一个停车场 那么他们也遇到了签证到期 而向移民局申请的时候呢 又出现了移民局的工作效率的 不断的降低 那么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他们非常担心自己会有不良的记录 那么像类似这样的情况 会有不良的记录 记录在美国的移民局 而导致他未来没有办法来 这个再次到抵达美国 或者是拿美国的签证会造成一个阻碍吗 有这种可能性吗 逻辑上 把距离好 您好 各位先生好 逻辑上存在了 但现实上 不会有什么大的不良的记录 那么第一 就说他已经兴起延期了 是吧 你刚才说 因为延期了以后 他不批 那么一般来讲呢 这种不良记录 他不会要从他否定的旅行开始计算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理论上来说呢 即便你非法移民 他是在六个月以外 六个月以后才受到法律上的处罚 六个月以内 比如违法一天 也算违法 这种情况属于自由才能干 我讲的是再进入美国了 他属于自由才能干 一般来说 遇到这样大的疫情 那么 美国就不会有原谅的 所以 即便有那个六十天 就违法了 美国正式 六个月以后 六十天 但年 在美国这段 纪留的是一百 是三年不得入境的处分 超过一年 是十年不得入境的处分 那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一般不会发生 现在面临的困难 在美国被困住的情况 你还有其他的案子吗 还有其他的案子 就像刚才的 像有些人的工作签证 拿的是工作签证 恰好在这一段时间呢 他的因为这个情况呢 疫情的情况 他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而他的签证呢 也已经到期 像这样的情况 他又没有办法 离开这个国家 但是他又不得不离开 这样的国家 在这个时候呢 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可以留在美国呢 这个问题 我们有 真的是假定 因为在 如果我们假定 他确实是已经 被特命令 他的工作已经被特命令了 如果我们讲一句话 特命令了 如果特命令 目前状态 他是零龙人的 ZERO 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特命令了 就特命令了 结束了 那你就得离开美国 离开 就要 什么叫离开美国 就变成了 我们前面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 你在60天之后离开 一般没有问题 他通常要求你 一个月离开 所以 我们现在实际上 这个情况 不是很多 有些人家属于 多数 属于 大学 也发现 他的工资是降低了 或者是 维持一个基本的工资 minimal的工资 那么这个将来 是有挑战的 只要他的工资 还在那个 工资单上面 情况很多 那么他们工资单 工资单减少了 这算不算 就严格的讲 不能算十年 所以 他可以拿到一些 十年金额和其他 的概念 从营业法庭来讲 不好确定 我们 我认为 这个将来的 数据过程会 解决问题 我们就是怕 刚才谈到那种 假定情况 公司说 sorry terminate you go i give you money i give you钱 你回家 因为这种情况 那是明容忍的 但是转换身份 也没有用的 如果是 雇主要 彻底的开除他的话 那就 他就算是 转换身份 也没有用的 对吧 转换身份 来不及呀 你来不及呀 对吧 嗯 就是他 他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了 必须要在 规定的时间 就回去 这种情绪情况 他待个半年 也没大事 所以说 所以说 每个案子的具体情况 要根据案子来 分析 不是说 能不能去讲一个 怎么办的问题 每个样子 每个样子 我碰到的情况 是有 就是 他们 所以 所以只是说 减少了工作小时 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他们 还是在就业的状态 H1B不会失去掉 嗯 而且我想的话 美国一大量的 人道主义 还是比较 人道主义 考虑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状态 呃 美国预计可能 不太会追究 而且 他这个小额的 特别是小额的 这种 代价 贷下来以后 他就马上把 这个老板 他马上又把 这个人取回来 不取回来的话 他就 他也出分 因为那个钱 他是 发工资的钱 他是不用还的 哦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老板是宁愿 马上就雇佣他们 嗯 你短期一两个星期 把工资发少了 但是他还能打到图上 所以有的时候 移民进也搞不清楚 谁到底失业了 还是没失业 这段时间 他可以 他只要以后再继续在 工资上的 那基本上就会 在实践上 practically 还是在他的这样 有效的身份之内 嗯 我明白 我能不能简单的总结一下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按照您所讲的话 就是 如果 他要是 为 就是 滞留的时间超过了 像我刚刚 第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旅行者 那么对于他来讲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签证呢 其实在特殊时期 只要是对方没有否定的话呢 他也是合法的拘留 也不会出现任何的 不良的记录 这是第一条 那么第二条呢 就是关于就业的这些人呢 一旦被他们被开除之后呢 他们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呢 呃 待六个月呢 也不会有个太大的问题 那么同时呢 也是每一个案子呢 是每一个案子的特殊性 美国没有一刀切的 这种法律 因案就案的 这样的一个特殊性呢 来权衡和衡量 就刚才您所说的 一种衡量的方式 这当然是可能是 法官的衡量的一种方式 再就是呢 实际上现在 所谓的这些失业的人呢 其实并不是太多 因为政府这一次 在发了很多的补贴的当中 特别给小企业主啊 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些机构 那么像这样的 发放的很多钱来讲的话 这些小企业主呢 是需要有员工和雇员的 因为如果没有员工和雇员的话 他也拿不到这点钱 是这样一个意思吗 对 基础上是这样的意思 对 好的 那么您刚才这样一讲之后呢 我觉得呢 又出现了更多的一个希望 也就是说呢 人道主义或者人道主义关怀和思考率呢 在美国的 不管是移民局也好 各个部门也好 都是作为一个重要选项来参考的 并不是说呢 你被失去工作了 明天你就会要 必须被驱离出境或者是等等 每一个案子呢 都有它的特殊性 这些案件呢 也会因为特殊性呢 而适用的法律 或者适用的标准呢 会不一样 非常感谢李律师 谢谢您 好 谢谢 谢谢 再见 我们的李律师呢 是非常权威的人士 那么他每一次呢 我们有重大的这种情况呢 都会来咨询他 他也是我们的这个法学的博士 这是县法学的博士 这个呢 在和普通的律师呢 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区别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律师执照 而是一个县法学的博士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呢 我们的新歌在举手 新歌呢 也是一个这个 有雇员的人 也是一个老板级的人物啊 那么我们请我们的新歌呢 来跟我们说一下 你是在这样关键时刻 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员工的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想听一听 观众朋友们现在都已经知道呢 新歌呢 送给我的任侯堂啊 送给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龙交散啊 那么我们想看一看呢 这个新歌给雇员是怎样的 我相信也就非常好的 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好 马基好 这个各位网友好 就我们 其实酒店已经停业了 大概一个月多一点点 马里兰政府 以及我们 马里兰州政府 以及我的银行 都有一系列的 这个扶持政策 我们已经申请了 大概十万块 美金的这个 这个政策企业的扶持政策 但是他都是有条件的啊 有条件的就是说 呃 你申请的这些资金 必须使用于维持 你的企业的正常的运行 比如说支付呃 保洁费 比如说支付这个厨师的工资 比如说支付这个 你的经理人的工资啊 这会会有一系列的表格递上去的 嗯 虽然有的时候为了延迟 或者为了延长 你会把工资相对的有所降低啊 但是呢 你必须是支付 他这样的 他就是说 你如果说支付到 使用于企业经营 或者说这个员工工资 有一部分钱是不用还的 如果说你这部分钱 你是由于你以前垫的工 你自己把它取走了 也OK 也没有问题 但是这部分钱你就必须还 所以这个你申请的这个钱啊 对用途它是很明确的 如果说你用于公司的 尤其是维持员工的工资和供应商的 这个钱 你就可以不用还了 如果说你是用于自己 因为你是作为企业的老板 你用于自己的生活的安排了 也OK 但是你必须还 呃 比如说两年还 三年还 第一年免息 第二年要付多少钱的利息 大概1%到2%的利息 那它是一系列的规定 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一次 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的力度上 呃 它是分层次的 就是联邦政府是有一块钱 这个州政府 有一份 有一块 呃 你的郡 呃 由于财政状况好 也有一块 还有你的开户银行 因为我们是商业企业 开户银行也有一块 这是由联邦政府直接给的开户 你的开户银行 银行根据你的这个金银情况 你的流水的情况 还要配给你一块 所以还是还是挺人性化的 而且也没有太多的叫什么 门槛 就是很低的门槛 很低的门槛 很容易被提供的 哎对 你没有没有特别的要求啊 你只要是提供你的 因为在美国我们作为合法的企业 去经营的话 手续证照都齐全 你提交了你的流水 基本上每年的会计师 会计师都给你做好 报税的所有的凭证 这些东西上传给他就OK了 你就等着 我应该下个星期 我的第一笔钱 可能就应该到了 我这个看到流程上 已经基本上OK 要到这一点呢 我正好要给观众们 提供一个情况 我呢收到了一位 我认识的一位朋友 发来的信息 他说呢 中国政府呢 出台了一样 措施啊 这张措施呢 就是来激励小型企业去贷款 甚至是有政府呢 会有贴息的贷款 在这次次遭受的困难当中 但他告诉我说呢 他发现了 他递交申请的过程当中发现了 最后呢 得到的答案是呢 政府根本就没 中央没有下波这笔钱 现在呢 谁出钱呢 不知道 所以呢 申请可以接收 但是呢 什么时候给钱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给钱呢 都是不知道的 那么他就告诉我说呢 这真是一次典型的或者是标准的一次糊弄 他准备材料呢 准备了十天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 他准备这些材料很不容易 前前后后呢 一共要了几十份 最后他交上去 他问什么时候会下来的时候 对方告诉他们 钱 现在还不知道谁出 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和美国的这种方式来讲呢 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在这里呢 也插播一个小插曲 好的 谢谢 这个很正常 我就说 在中国很正常 我们经历过太多这样的事情 我可以说一下 在美国我们申请 我是申请了三块资金 基本上一个上午就全部的手续做完 这个申报 就在网上申报就已经 已经closed 就结束了 这个我就等着 我就等着 大概十二个工作日 就签下来了 其实在美国确实是 因为你的 他的所有的信息 他只要是给到的政策 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的 你不用去找任何人 你只要是按照他的 网上给你的指引 你填表就OK了 是的 是的 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人 深有体会啊 那么往往呢 在有些地方部门 从来不会列出一个要求 是你无法过去的 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 把门槛降低 让所有人都能过得去 这一点呢 的确是区别非常的大 我这位 发来信息的这位朋友呢 的确呢 是很痛苦 很气恼 他说他费了这么长时间 准备了那么多 而且还要在这个时间 去找人踏章子 做证明 到最后呢 去告诉他呢 这个钱还不知道谁给 所以你等他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他觉得呢 他已经把当呢 受得越来越多 但在这一次呢 坚信呢 这个中国呢 这个抗议呢 也很成功啊 方方面也很好 国家呢 这次要给很多钱 他呢 真的是对我说 他还说 我又一次的信以为真了 好的 谢谢我们的新歌 谢谢我们的其他网友的 这个 亲情参加 我们 请我们YouTube平台的 观众朋友呢 能够给我们点个赞 转发一下我们的节目啊 今天呢 因为没有推送 所以呢 观看人数呢 并不多 但是呢 他这 我们依旧会很热情的呢 给观众朋友做节目 做好每一期的节目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订阅支持我们 点个赞 转发一下 这是对我们现在呢 最好的支持的方式之一 希望大家呢 能够 我们生活在许多中 人类从来没过 十亿人 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星星 只是比从前 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烧什么菜 你在跳什么舞 你在唱什么歌 还是你与亲友亲心 还是你在感悟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 传给世界上 同心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同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请到油管寻找 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大家一起宅家乐 期待你的作品 详情请咨询 屏幕上标签 电视台 你以后 如何才能参与大家电视台 全新举办的宅家乐活动呢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您可以制作展示宅居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 比如厨艺健身歌唱影评都是可以的 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 还是视频制作高手都欢迎哦 狗狗出镜别欢迎了 第二步呢就是上传您的作品 给地球这端或者那端的我们 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 我们推荐您采取人端共享的方式 把节目交给我们 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 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油管 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 发送到屏幕上您所看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 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 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 嗯还有狗狗 然后呢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 评选每周每月每季 还有总冠军的套榜单哦 有问题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 同时也做答疑使用 记得油管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stayhome 我们一起摘一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摘一家乐